在烏干达 有两种店跟台湾超商一样多 一种是药妆店 一种是美容院 他们不仅爱去沙龙 还很赶花 平均消费台币一千多元 是平均月薪的三分之一 根据统计 烏干达2022到23年间 进口277个货柜的家法 但是塑胶甲法用完只能丢弃 产生大量垃圾 燃烧还会造成空气污染 乌干达开始找替代方案 不用舍近求远 因为乌干达是非洲最大的香蕉生产跟消费国 每天出产一千万吨香蕉 果实是生活的主食 而纤维就是甲法材料的解答 艾美是任何人的天性 它也不分任何的国界 在乌干达呢 不管是男生再女生 他们在休假的时候 都会往法郎跑 在这边还可以做使甲的服务 OK, let's go How would you do? Are there many male computer to PCU to do this? Yes, other guys they do cutting they do squat day Dependent on what you may need 美甲式的动作俐落 没几分钟就把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有需要还可以加价上个指甲油 男性修甲同时就是女性大改造的开始 由于非洲女性 头发天生就紧密卷曲 而且留不长 想要让人眼睛回之一亮 就得靠造型师大显身手 有时我喜欢用公式的髮 去做不同的髮型 就像动作一样 把髮型的动作 就能够有什么好处 跟戴假髮不同 他们喜欢接法做造型 把人造法丝一层层堆叠 在穿针引线绑起来 可以是清爽的马尾 或是编成常见的辫子头 尤其喜欢亮丽发色 更能凸显与众不同 她们不仅爱去沙龙 还很赶花 平均消费台币一千多元 是平均月薪的三分之一 根据统计 乌干达2022到23年间 进口277个货柜的假髮 但是塑胶假髮用完 只能丢弃 产生大量垃圾 燃烧还会造成空气污染 乌干达开始找替代方案 不用舍近求远 因为乌干达是非洲最大的 香蕉生产跟消费国 每天出产一千万吨香蕉 果实是生活的主食 而纤维就是 假髮材料的解答 当我们看见 什么叫做自然的纤维 最终的纤维 它们最终的纤维 是6月至1年 去准复 它们开始折腾 用心配当从头 从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池虾发折腾 用完整 的纤维 手工把精部纤维一条条分离 进行晒干 然后你需要煮 后面煮的纤维 开始浸泡它 后面煮的纤维 你会继续进行自然的纤维 我们试试一下 它会触到纤维一样的纤维 它是纤维一样的纤维 所以很多人来看纤维 这是很特别的 你不想找到纤维一样的纤维 但正因为劳力秘籍 一刷要台币300元 塑胶夹发整合也才200多 挑战市场的接受度 但韧性十足的纤维还有其他用途 我们可以用纤维的纤维 我们可以用纤维的纤维 然后用纤维的纤维 再次进行纤维的纤维 然后用纤维的纤维 这就是纤维的纤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是在增加我们的纤维 尤其是我们的纤维 市场不仅在乌干达 根据估计 中东跟非洲的甲法市场规模 2032年上看39亿台币 这个近乎五本生意掀起潮流 越来越多乌干达人投入相关产业 让甲法界的快势上也能变得环保有序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区有一座山 是今年累月堆积出来的垃圾山 乌干达没有回收分类的习惯 整批垃圾直接往山里倒 民众不要的废弃物却成为回收业者的宝库 打捞收集再趁金论两脉 乌干达一天会产生600吨的塑胶垃圾 但它们不会被回收 而是全部丢弃到垃圾厂里头 当地人会来这边检石之后 并且拿去做销售 但是接下来要如何减速 才是当地重要的课题 所以想想想如果我们有1%的 清潮流水 而我们有各种装甲的公司 每一天都升到 那你认为装甲的公司在哪里 你会在街上 你会在冰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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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一次性使用塑胶袋 自然分解要花上百年的时间 燃烧产生空气污染 丢弃路边又会滋菌污染水源 当地环保团体提出解方 就是赋予塑胶袋第二春 变成时尚配件 在冰箱上的冰箱上 洗澡、洗澡、洗澡 你会在冰箱上 洗澡、洗澡 洗澡、洗澡、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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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像冰箱 这是一架袋 每个色的一架袋 你会看到的是一架袋 整个颜色的一架袋 不同颜色塑胶袋混合搭配 变身独一无二的实用包款 从腰包到塑吸防水包 這就是我們的賣賣 佛體裡的藝圻櫻 łat添加的蝦黃黃色衣製 所以如果你想要水平衛養的產量 這個問題就是它們的一份 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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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如果有這個固定固定是 你會幫助住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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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固定固定 你可以去到每個地方 你購買的每個產品 一個藝人的孩子 有免費的免費 除了銷售目的 他們也跟偏鄉學校合作 贈送防水書包 進一步嘗試把塑膠製品 做成字母 幫助孩子學英文 我們有一個標誌 說 糟糕是不糟糕 只要你糟糕 主動走進校園 前進市集教育民眾環保減速 但最大的挑戰 還是讓社會接受 由廢棄塑膠袋製成的產品 政策減速不力 民間搶在前頭 努力達成環境與經濟的雙贏局面